youtuber小A拉在2020年进行变性手术 完全成为女性后 人透过各种医美管道 把自己的脸孔变成理想中的样子 她时常在社群上分享美照 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这前小A拉在现动公开了一则网友的私讯 对方一开头变无力地表示 就算小A拉再好看也没有用 因为她花了那么多钱变性 本质上却一直都是男儿生 永远都不能生孩子 还直言她没有考虑过家人 父母也不敢说出真实想法 讽刺她形式冲动 思想不成熟 对此小A拉傻眼地表示 对方的想法实在太奇葩 为什么变成女生就要生孩子 更直言有不少人生了孩子没钱养 甚至不懂得教育孩子 而且孩子长大之后也不一定会孝顺父母 这一切都是为之数 因此劝告该名网友 不要觉得能生孩子就是一件好事 这件反击了对方封建的思想